哲季大學秉持環保理念 校園透水鋪面及綠覆蓋 達7成以上 建制能源資源管理系統 隨時控制教室的供電斷電 也設置太陽能 風力發電設備等等 在2018世界綠能大學排名 719所大學中排名第155 比去年晉升了45名 希望說從硬體面軟體面 同時著手 能夠讓學生把生活的環保 變成一種習慣 那他這個習慣就可以成有行為 甚至他以後進到社會職場上之後呢 他也可以去帶動社會 去影響周遭的人 要有環保的一個習慣 教育方面 慈大每年開設占總課程 8%的環保永續相關課程 貫穿鄉村發展 合作經濟 科技整合 及進階食農教育四大面向 企劃花蓮在地觀光 與小農合作 也到原民部落探索永續發展 不光只是來我們慈大唸書 唸個大學畢業就離開 他是要跟在地結合這樣 去場域現場看問題 然後引導學員去思考 把這些問題定義出來 然後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校內每年平均也辦理70場以上的環保教育活動 無論是打造綠能校園或是永續發展課程 硬體軟體相輔相成 培養孩子環保與人文的素養 也獲得行政院永續發展教育類獎的肯定 大海新聞 謝雲山楊潔亭溫國家 花蓮報導